泰国华人还算不算华人 全世界最多国家的华人之一 泰国 其实它的华人人口已经高达一千万 其实东南亚华人都是很好辨认的 毕竟他们都会说中文 会做商会 还会做相会 但是泰国华人其实算是一个一类 因为即使他们是全世界最多华人的国家之一 但是我们在泰国就很难去辨认 到底谁是华人 谁是土族 而且他们国人本身也不会可以去做这个区分 那泰国华人又是否真的完全没有了中华气息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红绿小妹 我是Chloe 看我今天就在泰国曼谷的唐人街哦 老规矩 我去到哪里 就给大家科普到哪里吧 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 泰国五个最多华人的城市 Let's go 我最后了 在影片开始之前 如果还没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赶快三秒钟 先按下小铃铛 一二三 在影片开始之前 给全球华人海外留学或者工作的你 介绍一款超好用的VPN家属器 云极光回国VPN 下载填写推荐码 即可获得21天VIP试用体验 全天访问中国不限速不限流 可以下载到手机电视机或者电脑哦 界面操作也很简单 速度稳定 最重要的是 加密数据和保护个人隐私 那么好用且有保障的海外回国VPN 除了云菊光 还有谁呢 覆盖中国各大热门APP式基础 还能支持舞台设备 同时在线 安全又方便 赶快点击一下官网试用吧 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泰国华人吧 那究竟泰国华人是怎么到达这片土地的呢 泰国华人主要呢 是以潮州 客家 福建 海南及居多 那么从一开始 华人又是怎么到达这片土地的呢 其实泰国华人的移民类型 可以分成以下五种 据说从明朝开始 前往中国操控的线罗使者当中 就已经有华人了 到了19世纪 大批华人老公移民有入泰国各地 但由于后来泰国政府有意打压 实行泰化政策 以及改姓换名运动等等 这让为了生存的华人改名换姓 说泰语 传承中华文化 似乎变得更加困难了 不过如今 中文教学在泰国受到极高的重视 泰国目前 具有2000多所中小学校 开设中文课程 在校学习中文人数超过100万 究竟泰国五座 最有中华气息的城市 是哪五座 首先第一个 最多华人的泰国城市 是曼谷 也是泰国的首都 而且它在泰文的意思 是天使之城的意思 说到曼谷 我们当然不能不提的 就是它的唐人街啦 这里可是城区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 同时也是老曼谷的街区之一 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哦 据说在曼谷市内的华人 已经有大约50万人左右 非常有趣的是 唐人街最开始 是泰国历史比较悠久的移民区 一开始呢 是泰国曹散人的一个聚集地 所以这里的经营者 几乎都是曹散人 据说来这里玩 只要你会说曹散话 就可以在唐人街通行无阻 可惜我不会说曹散话 不然我也可以实测一下 走进唐人街 你可以看到许多 有华商经营的 珠宝店 中宝店 药房 中国食品店 酒店 中餐馆等等 据说啊 这里有三大宝 那就是美食 金店 还有寺庙 这一些呢 都代表着经典 像那样的中华文化 这条街啊 真的是见证了 老一辈曹散人 在曼谷打拼的历史街区 据说到了春节的时候 这条街会更繁华 而且今年春节 还会有灯光展 在唐人街开幕 接着第二个是青迈 作为曾经古兰纳王国的首都 它有着700多年的发展历史 浓厚的文化底蕴 让这座城市也有着格外的魅力 这里也是泰国北部的第一大城 可谓是泰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青迈府是华人聚集比较集中的地区 主及潮州 云南的华人占大多数 其实就是客家人 海南人和广造人 在网络上有人说 千万不要去青迈旅游 要去青迈生活 因为这是一个会让人久处不厌的城市 因为青迈是一个比较少分散型的城市 所以它没有专门的华人区 但是呢 有一些华人小区 在青迈靠近泰国和缅甸边境 有一个华人村里 有一个泰国教育部注册的合法学校 青迈教练高级中学 学生们除了上课 还会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比如武思唱山歌 书法画画和舞蹈等等 历年来 青迈唐人街也会为庆祝春节而举办开幕活动 在春节期间 唐人街还会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比如武龙武思 花车游行 中国戏曲等等 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接下来第三个 最多华人聚集的泰国城市 和埃 这可是泰国宋卡福最大的城市 宋卡福呢 本身就是由华人开播建设的城市 因此它有着非常浓郁的中华文化特点 也是泰南重要的华人聚集地 很多人都不知道 和埃距离马来西亚 其实只有60公里 所以每一年都会有许多 马来西亚游客前往旅游哦 我就曾经跟着家人到过和埃 漫步在和埃街头 随处可见的中华元素 很多商店的招牌 都有太语和中文并肩 而且据说和埃的华人华侨 人口比例最高的时候 有超过50% 和埃华人过春节之前 也会和我们一样进行大扫除 逛春节的时候还会有街神送神仪式 还会祭祀祖先和神灵 吃团圆饭和酒聊天玩牌 或者去逛热闹的庙会 在和埃 你还可以看到华人的寺庙和会馆 步遍大街小巷 店铺的风格也非常的华人 而且有些集市和街道 也保留着中文名字 还时不时可以看到 纪念华人开播者的塑像哦 顺便提一句 根据掖史记载 和埃是由客家人 谢苏氏和徐景荣先生 带领着一起开阔发展起来的 所以和埃是泰国客家人的 主要聚集地哦 接下来第四个 北揽波市 是泰国通往太北的商业中心 据说这里可是泰国第二大的 华人聚集地 同时也是泰国文化 以及中华文化交融的典型地区 北揽波更是以全泰国 最大规模的春节游神盛会 而闻名泰国国内外 据说这里在一百多年前 曾经发生过非常恐怖的瘟疫 有很多人被感染而死 在这个时候 华人们便浅诚地到神庙去烧香祭拜 拿着神庙里的香灰去泡水喝 最后生病的人竟然奇迹地康复了 也自此之后呢 人们就更浅诚地相信神明的庇佑 并且相信浅诚地去供奉神明 会获得四季平安 所以从1917年开始 北揽波就有着非常盛大的游神庆典 盛典举办已经超过百年历史 上回期间还有着各式各样的节目表演 比如操作戏 海南戏 观世音娘娘花车等等 整天都在全市巡回 这个盛典啊 可是吸引了许多当地人和外国游客来参观的 第五个是距离泰国首都曼谷 有160公里的苏潘府 这也是泰国华人聚集的一个地方 是一座有着丰富的华人文化 以及的古城 走在苏潘府的高街上 就像走进了几十年前的历史画卷中 其实在两三百年前大成王朝时期 华人就开始迁徙 更多的华人呢 是后来在近代才慢慢聚集的 在这里但凡有市场的地方 就能看见华人的商谱 在苏潘还有着一个2008年落成的 龙兹传人博物馆 博物馆总共有21个展厅 每一个展厅都代表着一个中国朝代 展示了中国5000年的历史 非常壮观 我作为一个文化博主 真的很想去看一看 而且苏潘还有一个名为Sumtruck Market 拥有百年历史的诗集 据说这个诗集是由当年 从中国漂洋过海过来讨生活的华人所建立的 而大部分都是来自草州 诗集的牌匾上面 还有三亨老达利的中文字 诗集里也有很多华人的传统商品 华人的勤勉在当地可是出了名的 而且非常擅长制作美食 而在这里生活的老人家 有些还会说草州话哦 视频结束前给观众们说福利啦 爱玩游戏爱追剧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安全又方便的 极光回国VPN 客服24小时全天在线 7天无理由退款 赶快点击资讯栏的官网 领取你的21天VIP适用福利吧 记得要填写回国VPN的拼音推荐嘛哦 好啦 在网络上搜寻资料的时候呢 发现很多人都说 泰国华人被童话了 其实我觉得吧 他们不过是姓名和语言被童话了 但是说到中华文化或者传统稀疏的话 我倒是觉得泰国华人还是保留的非常不错的 那你们对泰国华人又是怎么样的想法呢 看完我的视频 你最想去的是哪一座城市呢 又或者说你有没有到过 哪一些泰国其他充满中华气息的城市游玩 也欢迎我来自泰国的观众朋友 在底下留言给大家分享更多关于你的故事 好啦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别忘记按钮按钮以及小铃铛 不要忘记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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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